你凡就丫头起一片环花 消失了7天 金曲歌后詹雅文再一次开启直播 在镜头前面经唱展现出深厚的唱功 但这一个多小时的直播里 詹雅文的情绪转了好几转 直播刚开始 詹雅文先跟大家打招呼 或许是太久没上线怕大家担心 却是安抚了一下粉丝的心情 跟大家报告近况 虽然身体没有大碍 但还是有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在慢慢变坏 今年3月詹雅文向外界宣布自己罹患帕金生死症 但还是利用在居家防疫的期间 会开直播跟大家聊天 面对自己的疾病 还谈到最近的生活 詹雅文终于压抑不住了情绪 那个帅哥不是我的亲弟 但是也是像我的亲弟 我不敢不比别人少 离世德是比血缘还亲的好友 就像亲弟弟一样 詹雅文面对死亡也只能逐渐学会转念 用这样的方法安慰自己 直播里还谈到自己的一名远亲 长期生病导致厌世 了解到对方有活下去的决心 詹雅文起医生尽力抢救 但却不会去看他 因为不想要对方挂念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面对帕金生死症 詹雅文对大家说 或许有一天他也会忘记自己 请所有人跟他说 他是叫做幸福的那个人 我让我让他们就会去看他 船雅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